小米汽车真的能当链鱼吗? 说实话,可能真的高估他们了 这两天小米汽车霸占热搜 单从营销方面来说,我给他们打满分 但是我发现,有人过分期待小米汽车的作用 认为他们可以充当链鱼 像智能机时代干倒山寨机一样 整顿中国的电动车市场 小米汽车真的有这么强吗? 说实话,还真的有点高估小米了 咱们不是说小米的汽车不好 从配置上来看,小米汽车确实还可以 但是也仅此而已 距离鲁鱼还差得远 为啥这么说呢? 鲁鱼效应主要是引入强者 让弱者变强的做法 因此,想要当好一条鲁鱼 就得满足两个条件 一个是汽车的环境足够差 需要大型的鲁鱼来激活汽车 其次,鲁鱼自身的实力也要强 可以让其他鱼群感到威胁 可以说,当好一条鲁鱼 需要恰弹的时机和强悍的能力 但是这两点,小米都不具备 早期时,国产电动车市场 和山寨鸡横行时一样 品牌混乱,电池虚标 骗补等问题非常多 导致国内很多有实力的车企 陷入发展瓶颈 这时,的确需要一条鲁鱼来激活市场 小米当时也有机会 2014年时就传出小米要造车 但是当时的风口还不是很大 小米自己放弃了 后来国家引入了特斯拉 它就像早期的小米一样 激活了魏小李 以及国内电动车产业链 完成了第一次进化 2019年前后 华为也宣布入局电动车 他们带来了物联网 智能坐舱 智能驾驶的技术 同样激活了其他电动车品牌 开始了智能化进程 这两次黏鱼效应 让中国电动车在三店 智能坐舱 自动驾驶 以及供应链成为全球最强的存在 此时的小米再入局 早就失去了最佳的时机 它的供应链不是最强的 它的技术同样不是最强的 甚至在其他车企面前 小米还只是个孩子 需要向其他车企学习 就像雷军说的那样 我们需要向华为 比亚迪的前辈致敬 当然 电动车还在发展 小米不是没有机会 它依然可以在未来技术上 引领其他车企 带领大家共同进步 只要小米汽车有这个心态 凭借小米的流量和关注度 那么它依然有希望成为 中国车企的领头羊 但可以吗 完全不行啊 因为早在智能机时代 小米其实就已经失去了 单年鱼的心态 在早期时 国产手机产业链刚刚起步 虽然产业链很丰富 但是品牌杂乱 性能参差不齐 雷军看到了风口 因此创办了小米 按照雷军自己的说法 站在风口上 猪都能飞起来 小米呢 也的确飞了起来 因为性价比 成为当时年轻人 最喜欢的手机 此时的小米 就是一条小型鲶鱼 只要再研发出 自己的核心技术 那么它 就可以变成一条 真正的大型鲶鱼 然而 小米站稳脚跟后 并没有选择继续当年鱼 他们不仅没有向高端进军 反而创办了性价比 更高的红米品牌 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 死磕性价比 一台红米只卖几百元 震惊了整个手机圈 也彻底杀死了山寨机 市场上只有华为 vivo等品牌 可以与小米竞争 可以说在整的手机市场方面 小米确实功不可没 但问题是 年鱼是为了让弱者变强 而不仅仅让弱者全部灭绝 红米虽然杀死了山寨机 但是没有创新 没有核心技术的提高 这样的手机 根本无法与三星 苹果竞争 此时的小米 已经失去了 继续当年鱼的左右 反而是华为占了出来 他们研发芯片 提高摄像头性能 他们不仅仅自己做高端机 还带着国产供应链一起成长 这直接刺激了 vivo OPPO的品牌 甚至是小米 他们学华为做高端机 学习华为扶持国产供应链 提高中国手机在全球的竞争力 这才是真正的年鱼 可以说小米踩在了风口上 也当了一段时间的年鱼 如今的小米自己 却成了脏乱鱼潭的一部分 如今中国电动化 以及内卷的相当严重了 小米造车别说当年鱼了 就是当竞争者的压力都很大 拿这次发布会来说 就有点蹊跷 正常来讲 新车发布会肯定是 公布新车的配置 技术价格等等 但是小米的汽车还未真正量产 就急着开发布会 而且还是一个没有售价的发布会 可见小米汽车的压力有多大 按我来说 小米汽车应该学习华为 先活下去 再好好考虑做优秀的车骑